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正常情况下,人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 应该像猴子一样活跃敏捷 如果你没有猴子的这种状态 那么你就需要去打理自己的膀胱筋了 人一天有两个工作和学习的最佳时间段 一日之际在于晨 经过一个晚上的休养 阳气也处于生发的高峰时段 所以上午人的精力旺盛 工作和学习效率高 这不用说,大伙都知道 还有一个最佳时段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晚上 因为现在晚上加班 或是干脆白天用一部分时间睡觉 将自己工作的重头戏放在晚上进行 这已经是相当一部分人的习惯 特别是许多脑力劳动者 他们觉得晚上更安静 状态更好 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其实不然 中医讲天人相应 晚上阳气收藏 阴气上升 天地入眠 人也应该顺应天地之机 晚上睡眠 白天活动 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工作和学习的最佳时段 还是白天 既然上午已经被利用了 那这一个时段当然是在下午 有人可能会说了 下午人都困得不行 精力能好吗? 再说下午那么长时间 你能时时刻刻都集中精力吗? 我想说下午困得不行的人 大多都是因为中午没好好睡午觉 或是前一天晚上就没有休息好 这怪不得别人 后一个说法倒是蛮有道理的 下午的时间比上午长 再加上经过一个上午的劳顿 人的精力整体上已不及上午 而且下午又处于一个阳气下降 阴气升发的阶段 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整个下午都应该 昏昏沉沉 没精打采 我们在下午也有一个经历状态的高峰期 此时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 效率都非常高 那就是十六点左右 那就是十六点左右 也就是身时 在中国文化里 十二时辰与十二属相是相互对应的 身时属猴 一说到猴子 我们可能都有一个印象 那就是活蹦乱跳的 这是猴子的天性 古人之所以要把下午的这个时段 叫做属猴的身时 就是想用猴子活泼的天性来比喻 人在这段时间里 经历非常旺盛 非常有活力 其实猴子不仅活泼敏捷 还聪明可爱 聪明对人来说就是神智功能好 所以身时也是人记忆力最好 思维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段 古人讲 朝而授业 夕而夕复 夕是早晨 而夕指的就是下午的身时 早上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 学习了新的知识 到下午 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再加以温习记忆 这样 所学的东西 就能及时地被消化吸收 不会忘记 膀胱精通了 神智就好了 当然 身时之所以思维活跃 记忆力好 更准确的原因是 身时是由膀胱精主食 而膀胱精与肾精相表里 它俩功能相连 气血相通 在中医里 人的神智活动是由心来主导 心 脑 肾 共同完成的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 肾怎么也开始参与神智活动了呢 这一方面源于肾藏智的功能 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肾与大脑的密切关系 皇帝内经中 调理和改善 相应的 人的脑子这时候也就比平时好使 其实 膀胱精不仅通过调理肾脏的气血状况 来间接改善大脑的功能 它自己还清零大脑 指挥协调 膀胱精是贯穿全身上下的一条经络 从眼部出发 下行到足小指 上至头顶的百慧穴 并从头顶进入大脑里面联络于脑 可以说是内外笼络整个大脑 并且它还是阳脉之海 督脉的左膀右臂 穿行人体的整个阳面 是十二主经中阳气最足的经络 而身时正值膀胱精当班之时 气血最旺 功能最好 这样在忙碌劳累中的大脑 就能及时地得到气血补充 气血充足了 干活自然就有精神了 这就好比是我们 肚子太饿的时候 就会筋疲力尽 饭吃饱了 精气神就都回来了 可有的人正好例外 他一到下午 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 会感觉越来越疲倦 到了三四点的时候 就开始上下眼皮打架 喝潜连天 困得不行 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明显 这是膀胱精 阳气虚弱 气血不足的表现 因为因为经过大半天工作和学习的劳累 到下午三四点 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人体各大脏腑器官已经有些疲乏了 人体的阳气又处于快速下降的阶段 这时 作为人体阳气仓库的 膀胱精 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柱 需要它来为身体 为大脑提供必要的气血补充 提升阳气 但如果膀胱精 自己本身的阳气非常虚弱 气血不够用 这时候还要去冲撞阶落 清理和疏通自己的管道 那就不可能分散力量 来支援身体的其他脏腑 为大脑提供气血支持 这样 大脑和心 这两个主导神智思维活动的脏气 都饿着肚子勉强工作 你说 人能不犯困吗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你说 在青黄不接的三四月份 仓库里又没有粮食储备 人都饿着肚子干活 精神状态能好吗 所以 要想生食精神好 得把膀胱精养好 使它这个阳气仓库 能在必要的时候 及时有效地 为我们提供支援 那我们该如何保养膀胱精 使它保持充足的气血呢 首先是要好好吃饭 不偏食 不结实 不乱吃 好好睡觉 尤其是子午觉 这是最基本的两点 在此基础上 你可以去买一个小保健锤 如果是男士 建议去买一根 那种一尺多长的小擀面杖 每天睡觉前 用它来隔着衣服 敲打自己的背部 膀胱精的循行路线 疏精活络 促进膀胱精气血的流通 背部与我们的内脏非常近 在背部的膀胱精上 分布着与五脏六幅相对应的 背数学 如果把五脏六幅比作一个个用电器的话 那么这一个个数学 就是每一个用电器的功能调节开关 通过这些开关 我们可以直接调节 五脏六幅的气血和功能的状况 而我们敲打背部的膀胱精 就是刺激这些穴位 最简便有效的方法 同时对背部的肌肉 筋骨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和刺激 特别是当我们身体非常疲劳的时候 这还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所以你也可以在工作的间隙 尤其是在下午三四点钟 膀胱精主食的时候 来敲打背部的膀胱精 能快速地缓解疲劳 提升阳气 振奋精神 许多人把养生当成一件很神秘 很复杂的事情 其实真正好的养生办法都非常简单 一个小保健锤 一根小擀面杖 就是一件健康的法宝 就可以打造一段健康的生活 正所谓大道至简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原本都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我们用一种简单的心态 去面对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